欢迎回到导读台湾 生活中常见的油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之中 已经有数千年的贸易史 例如发源在西亚 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橄榄油 其实到今天 依然牵动的地方繁华跟文化发展 而关于橄榄的起源 神话跟传说 其实多不身属 古希腊的神话就提到了 海神波赛顿跟女神雅典娜 他们办了一场比赛 那比赛的内容就是 谁能够创造都 对新兴城市阿提卡 最有价值的领悟 谁就是优胜者 那海神波赛顿将三叉戟 把它直向一块巨石 那泉水瞬间从裂缝中涌出 那水流经过的地方 幻化出一匹又一匹的骏马 这代表了速度以及力量 但是女神雅典娜 她也抛出了长毛 在长毛落地的地方 长出了一棵又一棵 象征的和平跟丰硕的橄榄树 那不意外的是 这个雅典娜得到最多希腊人的崇敬 因此希腊人将这座城市 把它献给雅典娜 并把它命名为雅典 那么直到今天 橄榄树依然是希腊人心目中 天赐的最佳礼物 而在雅典卫城的遗址上面 依然出立了一棵 象征着神圣的橄榄树 而橄榄油的贸易 推动了地中海的文明 也造就了许多的城市跟抗口 像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 巴塞隆纳 法国南方的马赛 意大利的热纳亚 纳布勒斯 一直到埃及的亚历山佐港 而在台湾也有一座 因为油类买卖而兴盛的港府 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北港 作为临近海口的河港城市 早在清康熙到秦隆年间 北港已经是迦南平原货物集散 还有进出口贸易重要的吞吐港 这也使得北港盛产的食用油 这些农产加工品鼎盛一时 日日时期流程的一句俗言 蔗糖胡尾炸油价北港定 烘焙完成 碾碎成粉的黑芝麻 正在锅上蒸着 鸟鸟蒸汽飘散在空气 让炸油工厂满是芬芳 传统的做法就是 我可以控制它的温度 它的香味 此时的芝麻吸饱高温水分 早已软化 接着就是将它塑形 牛皮纸包裹住芝麻粉末 再用环状铁菇固定饼膜 压制成扁扁的圆饼 片片大圆饼逐一放上油车 随着油棒机慢慢加压 天然出炸芝麻油 涓滴而下 压榨取油过程中 得时不时调整圈饼位置 好让出油平均 要坐满这一台油车 得花上一整天时间 尽管耗时费力又高纲 这家创立于日志时代的 云林北港老油厂 至今仍手持着近百年的冷压 制油骨法 从1930我坐那边就开始有在坐了 对 到我现在这边第四代 走在老街中山路 那三五步就是一家油行 北港制油业冒心密集 曾经化水会给当 如此盛况或许可以从日志时代 流传的依据俗艳 油价北港订 这堂虎尾炸略亏一般 所以我们北港今天说 发生有起一刻 短短先去起一刻 发生年龙还是什么 还是大道路 什么东西都要看北港的行情 价格由北港来订 就可以想见 这边所有的农产品 集散在这里进行加工以后 它的出口交易贩卖都在这里 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时间甚至还可以往前推移 早在清岭时期 北港便宜 油行遍布 以前本港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炸麻油的工厂 很多在这里 他们说差不多是清岭这家家 差不多六七十斤 以前我们北港是一个港口 有很多交易的地方 衍生变成的附加产品就是做花生油 以前是花生油的 慢慢才有做芝麻交易 做麻油这样子 这话并非口说无凭 北港当地出土的考古文物 即是最好证明 这个糖肉它其实就是一个 制陶质的肉斗 这个糖肉它的尺寸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看它的过程中 不只是看到了制糖的这些陶器 那精致白糖或压榨红糖 也会看到压榨甘蔗用的石车 那除此之外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有一种大型的碾轮 那个就是压制花生的 碾花生油的这种工具 一般大众对于北港印象多停留在宗教圣地 不过北港一词的出现 竟可上述大航海时代 翻看连痕编注的《台湾通史》 书中写到这么句话 颜思琪入北港竹寨已居 又说北港一名王港即金之笨港 在林国四十名台 林道教授他就说 这笨港的范围 北到这种北港町的 新家的这个脱质市一家 南港就南部 南到这种新港湘 南港川的这个 最晚那些 古笨港的地理区域 横跨今日北港溪两岸 也因此现今云林嘉义 诸多庙宇 斑驳的碑文或壁画 还能见到关于颜思琪的记载 颜思琪呢 传说是说 这日本的德川家康姆斯代孙 文田语世 那是说 对这个政典方面 再放会 他们是说 听传说他们是要如何 要夺取政权 结果失败 应该 穿这百招二十八天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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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来到这里的时候 应该开始 建立了十载 十载 这十载 昆布之后 水纜乡 穿北港溪 但颜思琪 于明代天啟年间 登陆笨港的海盗传说 是否留有任何的真实遗迹呢 十七世纪早期阶段 甚至是十六世纪晚期 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些海盗的活动 其实是有在台湾地区 有它活动的迹象 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颜思琪 李旦 郑志龙 可能他们都有在这一带活动 不过我们就 我们目前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讲 并没有找到颜思琪 那个十七世纪早期的 任何的遗物作为证据 颜思琪登陆北港 只能当成野史一文 但古笨港确实 曾是台湾最早的国际港口之一 也是台湾最早被荷兰人标记在 古地图上的城市 以前我们这北港银 以前叫本港银 它是一个笨港 它是一个河港 它从两岸同时发展出来的一个城市 以前在十七世纪的荷兰人 它在地图它就称呼 它在陆下来 在北港 最早这个本杠的说法 其实它可以上说到十七世纪 本杠 北杠 这都是非常古老的说法 最早台湾最早称 你说称东藩 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叫北港 就叫北港 十七世纪的北港 还一度被当成台湾的代名词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北港市 在这个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 当时指的这个北港 北港指的是台湾全岛 作为井陵海口的河港城市 古半港于十八世纪前半 清康熙乾隆年间 越深成为了嘉南平原的货物集散地 以及重要湍土港 北港它也肩负了整个北港西下游 廣大地区的一个货物的集散和分销的中心 所以很多的货物从中国大陆的福建地区 进口到这里以后 它的这些货物也从北港散发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瓷器 这些商品 在当时它也是一个分销的集散中心 货物到了这里以后 再被卖到更乡下的聚落 当地盛产的食用油等农产加工品 更是得以大量出口 清代的台湾跟大陆东南地区 沿海地区的那个经贸分工大概是这样 台湾输出农产品 然后呢沿海地区的手工业产品 再销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最重要的输出 其实就是农产品 而加工精致过的农产品 更是销售的主力 从销台湾有主力描写 这本港呢 可以说非常努力 坐车扶座 都坐着船 其中书车很少来来 都很多 那就是贸易非常兴盛 因此一辅二路三猛甲 这句谚语似乎与事实 有点输入 那是错误的 因为六港呢 是这个建农四十九年 它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港口 我们这年年末 牵出我们这里的日本港 它这个说法 早期叫一辅二二笨 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一辅二路 就是陆港三是蒙甲 所以这也反映了 台湾早期西部地区 港式发展的变迁 只可惜经历海岸线外移 北港西河道淤积 让北港繁盛的港务市况 仅存在过去 但以朝天宫为信仰中心的 妈祖香火 打从清朝兴旺至今 默默见证了那段过往